嗨,大家好,我今天又要來改裝了 那今天我要改裝是什麼東西呢? 相信這個機車大家買來 一定有大家自己最想要先改裝的東西 那有些人呢,先改裝剎車系統 有些人改傳動 然後改裝起來呢,效果最明顯的呢 應該就是排氣管了 說到這個排氣管 因為我個人是比較低調啦 你看說上次我換懸吊了 感覺起來就蠻低調的 所以說自然如果說排氣管 能夠就是維持原廠的樣子 那又能夠在馬力上 有稍微一點提升的話 那這樣看起來是不錯 但是市面上賣的管呢 要嘛就是價錢很高 或者就是聲音態表現蠻突出的 那後來呢,我終於在網路上面 找到一支這個白鐵的鉛盾 說到這個前後段 Grom的三代特別設計的 就是說前後段是分離的 所以說你可以不用一次換整支 你可以選擇只換前段 只換後段 那或者是兩個一起換 我這次看到的叫做 Nemoto的白鐵前段 專門Forgron三代設計的 那據說呢它的形狀 可以跟原來的這個排氣管是一樣的 所以說它不會造成太大的干涉 尤其是像我這裝的下導流的場合 還有時候排氣管它如果路徑不太一樣的話 會造成下導流沒有辦法裝上去 那二來呢白鐵的材質 在這台灣的潮濕的氣候之下 比較耐用 那一般原廠可能就不會配太好 那就是傳統的這種黑鐵 然後騎幾次看起來就有那種 變成咖啡色咖啡色生鏽的痕跡 好吧 那我們先來看看它的外觀長什麼樣子 果然是白鐵的 然後它中間這個回壓段 還有做特別的設計 這個Nemoto的Mark 那就來期待裝上去 會變成什麼樣子吧 這個舊的排氣管 用沒多久 這個看起來就有一點那種 生鏽生鏽的感覺 現在這個是 沒有排氣管的底盤 看起來是這樣 你說聲音不會變 所以其實換成白鐵目的大 就只是讓它看起來好看 防鏽啊 好 那裝完以後再來試試看這效果如何吧 3 2 1 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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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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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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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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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